比如说 我们这样讲 你说 巫统国阵 是否能够跟国门合作 你看 跟土团党合作 主要 玻璃斯说要 萨巴说一定要 吉兰丹的话 他不要紧 因为土团党在那边没影响力 他愿意跟巫统合作 没问题 所以接下来这三个主要的 现有国门的主要的自治政政党里头 其实全国是 现在是五个马来人政党 还包括诚信党跟公正党 我忘记了老马的这个 还有Muda 这我们不算 这三个主要的政党 就是实力最大的这三个政党 就是土团 巫统和异党 那么就要看区域性 他们是怎么样子的合作 所以我估计在来一阶的大选 你国阵会以这些地方 是应该会和回家党全面合作 合作的方式就是你不要下场 我们不要进入三角战 同样一些地方可能会跟 土团党达成协议 这个如果是巫统跟土团党达成协议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那么土团党和回家党也会达成协议 而且回家党可能会扮演握拳 跟甚至勾一下脚 让免得存亡此寒 是吧 就是会扯后腿的东西 我不敢说扯后腿 你就是至少在谈判议戏的时候 尽量避免三角战 也有可能因为区域性的政治的要求 三党在各自的地方有一些选择 比如说罗福州 罗福州就排名车没有商量了 吴总这是我的老盘 这个就同样道理 这个就跟在吉兰丹市一样了 伊斯兰党说 你要我就让你几个西位 你就不要来跟我搅我 我们大合作的一个大框架 你不要来搅我 这是我的地盘 同样道理的 吴总就非常清楚的支持到 他们的发源地 就是他们最大的老巢 那么你认为说回到来 马来政治无意图三党 会否真的会为了 马来人和穆斯林 乌马的这个利益 重新再团结一次 不排除 还是会因为政治利益 我是认为他会区域性的合作 然后就先看随过了这一关 又用时间跟资源来换空间 在罗福州的话 我的判断之前 不一定有他的一定的影响力 他一定有他的影响力 不过他老巢 毕竟是巫统的老巢 所以他再有真正的影响力的是 柔北旗 也不过就是在马哈波跟巴尔 这些地方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 我觉得他的影响力 在往柔中 往柔南深沿下去的时候 少了马哈地这个老祖宗 出来站台的背景之下 没有这么容易 加上你知道 罗福州的皇室也有三分的影响力 是吧 在说了一些话 逐渐的就慢慢的收到马哈地出钱 重新看待巫统的形态 也有一定的转变 以现在呢 丁丁政府的做法 无论是德鲁拉什么都好 他是用时间跟资源换起空间 用时间跟资源换起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的 国阵或者尤其是巫统 一直是要push for re-election 重新来过 可是因为你说在西雷登的那个时候 国阵的立场是很简单的 我们就是要重选 还政移民 对吧 既然是这样子 不过当时疫情刚开始 国家政府执政还不到两年 你严守也觉得不太适合吧 那么就握旋了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我们暂时先组个政府 结果接下来是疫情肆虐的情况之下 所以没有办法选取